嘿 你们好 干啥呢 又是我 鲤鱼 我们今天来模拟一只 石克狼 鲤鱼 什么是石克狼呀 石克狼都知道就是那个推粪球的小虫子 专一点讲它叫做枪狼 也会被称为粪金龟 是翘翅膜金龟子总科的一个亚细群 主要是以动物的粪便为食 喜欢把它们拉的食滚成球 一只枪狼一天呢就可以吃下比自己还要中的大便 有一些枪狼会把粪便埋在地下 还有一些枪狼呢会直接在粪里面居住 那你以为它到底是对人类有益的异虫呢 还是对人类有害的害虫呢 怎么说呢 因为它愿意吃动物的屎 也就是说呢会抑制其他也吃屎的害虫 并且还能减少温室气体 听起来说很棒 而且它还能改善人类的粪便堆积问题 毕竟人每天都是拉拉拉 而且《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它也是一种药材 堆的那个粪球呢也可以当药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模拟一只人畜无害的石克狼 OK 进入游戏 这怎么有一个广告牌上面 画着一个超级大的大便 然后还闪光 我这小羊的表情啥意思 他们想吃吗 味道有点甜是吗 我们这么的渺小吗 前面就是我们的小粪球吧 哦 这是粪块还散发着热量 看到没有 这应该是新鲜的 哦 这一碰这粪球就变大了 那我们要怎么推呢 就这样干推嘛 这样有点慢呢 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呢 哦 可以这个样子推的 就会更快一点 哎 这旁边有一个小粪块 来 碰 变大了 哇 就这么轻松的嘛 来 我们把它往下推 翻滚吧 粪球 走你 哎 哎 太厉害了 这下面还有 我是什么针鹰 这什么 我看见像乌鸦吗 怎么有影子 哇 哎 我被吃了 我怎么就被吃了 躲那个乌鸦是吗 我们是可以进这个粪球的 按 哦 按右键就可以进去 这个样子就保护我们了是吗 哇 能直接压过去吗 哎 压不过去 必须是自己离开粪球 用嘴叼一块 然后到它旁边才会变大是吗 这什么机制 哎 我可以进去的时候滚下去吗 哦 我跟着粪球一起滚下去了 这个太酷了 像漂流一样 来 这旁边还有新鲜热乎的 快吃 快趁热吃 来 蹦 这其实相当于是我的家 对吗 来 蹦 哎 乌鸦又来了 我躲起来 我看你还能追到我们 哎 没有办法了 你嘎嘎叫吧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继续推它 话说这个力气挺大呀 人类能推动这种按身体体重比例的东西吗 我觉得有点困难 哇 又下去了 来 我们一直推推推 要推到风车那里是吗 有点远的 哦 哦 哦 这地方好多紫色的水晶 这是人类的世界 然后还有一堆闪光的东西 像萤火虫一样 哎 它又来了 我这粪球兽变小了呀 哦 我懂了 要不停地收集那些粪块 来维持它的大小 哇 哪还有粪块啊 这边有一个 哎 那边也有 哇 这一连串都有 来 感觉随地都是 是啊 我就往那边走 哦 这边有两个县城的 热乎的 砰 做一只小虫子 这样走路真的太慢了 我觉得我刚才走那么长时间 就人类的几步 就到了 哦 这边也有 来 变大 这要滚两下就磨损了嘛 我们不怕 它一般都是第三生的时候来抓我们 我们现在赶紧进去 哎 气不气啊 我们就继续滚 给你们演示一下 哎 我是如何游泳的 走啊你 哎 啥玩意儿 哦 我不能游泳吗 我掉河里了 哇 这个太丢人了 我竟然 被谁给淹死了 不是被乌鸦给吃掉了 哇 怎么能这样 我以为真的可以游过去呢 但是应该是有桥之类的东西可以过去吧 哎 滚下去了 哎 那什么 那狐狸吗 有一个大型的哺乳动物 难道说不止乌鸦追我 啊 这个讨厌的乌鸦又来了 哎 变成粪球 气不气啊 哎 追不到我 然后还能滚下去 特别帅 路上看到小粪便 就给它补充一下 它这变小的速度有点快啊 哎 又来了 丑乌鸦 来 再进去 我这卡了 吓我一跳 哦 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树过去 来 哎 怎么撞到水晶上来 是不是要 进这个树洞 哎 这是封起来的 过不去啊 那怎么办 一定还有其他的地方 哇 这地方 这边是一片丛林 诶 是用这个木桩子过去吗 也不是啊 这根本过不去 前面有什么 哦呦 过来了 这个乌鸦 你不着急 慢慢推 慢慢推 哎 然后藏起来 哎 别滚河里 还好 没滚里面 哦 这不就是吗 我可以利用这个 像桥一样的东西过去 来 转向 哎 飞 飞着温 哎 哎 我要快点滚下去 看看那个哺乳动物 长什么样子 那个哺乳动物 应该要出来了 那个哺乳动物 长什么样子 埃森不出来了呀 哦 乌鸦又来找我了 哎 粪球太小 我没办法躲 哎呦 这怎么办 我躲到石头下面 我躲 咋又给我吃了 呜呼 哇 又来 那个通往风车的地方 看起来有个大上坡呀 有点不好办 那小木桩在哪里呀 我 我该往哪走 我觉得粪球小一点 到后面是比较好的 要不然怎么爬那么高的坡 哎 那个桥梁呢 那桥梁在什么位置 必须得补充我的粪球 哎呦 这又来了 躲进我的家里面 哎 臭死你 好 安全了 又变这么大了 我的妈呀 哦 看不见路了 哎 我找不到路了呀 哦 就在这个位置 这次我们笔直的朝前推 我不信还有问题 哎 它挡视线了 这我怎么笔直的朝前推啊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哦 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来来来 我们稳一点 稳一点过去 哦 好 哇 我们成功过河了 你敢信吗 哎 赶紧躲起来 哇 我们离成功又进了一步了 那里就是我梦想的家园 对吗 这也太高了吧 这么大的坡 那这一路都留下了屎的痕迹嘛 哦 天呐 哇 这太高了 这乌鸦又来了 太烦人了 哎 那我如果爬那个坡的时候的中途来 怎么办呢 那我不得不滚下去了吗 它能加速跑吗 加速跑不了 就只能这样一点点滚 来 加油 哇 这边还有 我不确定我这样把它弄太大 是否有助于我 但太小的话 乌鸦再来吃我的话 它躲不起来了 我这能不能爬上去 哎呀 这乌鸦又来了 别过了呀 完了 没办法 只能躲进这里了 又滚下去了呀 别滚啊 哎 也还好 我们就趁 这个时机 一气上去 对吧 来 你可以的 我真能办到吗 一气呵成 如果说中途乌鸦再来 我们肯定就跪掉了 啊 这真的能爬上去吗 哎 哎 这爬不上去的 那我该怎么办呢 从这里能爬上去吗 好 我们先留在这里 等乌鸦再来 我们再一气上去 刚才可能是粪球太大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 不要粪球自己上去 那样就没有灵魂了呀 这个游戏 一会我们试 乌鸦走了 我们直接推 哇 作为一只屎克狼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自己吃屎不说 住的地方也都是屎 我只能这样硬推上去了 啊 上去 哎 这地方不能这么上吗 就这么小了 我的屎 不行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乌鸦要来了 乌鸦要来了 哎 怎么办 乌鸦要来了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足够的屎了 这边有一块 快快快 他能帮助我们吗 哦 哎 太小了 别 我好不容易过到这关了 完了 啊 又要从来吗 啊 这个太大了 啊 哈哈 哎哎哎哎哎 哦 他又来了 他会不会越滚越快 越滚越快 然后形成一个惯性 自然就上坡去了 但是现在他也没变快呀 第一个坡 姑且是上去了 第二坡 我们 哦 哦 他又来了 这可恶的乌鸦 啊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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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再滚下来了 哎呀 我的粪球已经不够我自己的大小了 无论如何都要上去 哦 哦 哦 啊 好慢啊 快点 哎 啊 啊 都我玩了 啊 啊 啊 这次没有机会咱让我们躲了 我们梦想的嘉宾就在前面 赶紧推 坚持不懈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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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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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差这个 这地方了 感觉这里要更简单上一点 哦 我们要赢了 加油 哦 哇 太棒了 然后我们要去哪呢 哎 他又来了 我们马上就到了 哦 哦 哇 哇 我们终于过了 终于我们完成了石颗狼的梦想 而且差点挂掉 这游戏玩了快崩溃了你知道吗 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点赞分享收藏关注订阅一下 我是李维下期视频 我还会遇见你 记住每天把我出去笑 怎么来啊 二三 我别光了 没了 谢谢观看